面对教育部图起来停课不停学的消息 导致许多学校及家长对远距教学还无法充分准备 花莲县教育处建构的花莲青时生平台 也一度出现当机,无法顺利连线 花莲县府教网中心主任许收亮表示 花莲县府教育处网站设立了花莲县 线上学习懒人包 提供线上学习遇到相关处理的指引 19日远距教学第一天 不少在家自学的学生和家长手忙脚乱 尤其网路不顺影响了学习 花莲县府教育处表示 花莲县教育网络中心因应机房资源问题 已紧关闭与线上教学无关的一般学习站台 并另外兴建另一个线上学习懒人包网站 青时生平台因为大量的使用 这个网路有塞车和急报的现象 但是在我们线返中心的指导之下 马上的来排除这个困难 青春今天没办法上去 那我们就是改变一个登入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登入方式都在懒人包都有清楚的说明 那懒人包里面它有包含就是 改变登入方式的一个影片 大概就是短短的一分钟 只要老师看得懂 学院看得懂就可以登入 再来就是原本教科书里面各大型的教科书 的一个电子档的连结也都在懒人包里面 也包含我们讲的教育部的线上不停写的教学包 以及教育部所推荐的所有学习平台的资源 以及教育部所推荐第三方向 像学习Bar 还有军医 还有Pakimbo 还有英才网 然后以及民间的资源 以及花园县政府自己所制作的线上资源 都在这懒人包里面 有做一个快速的一个连结 这个懒人包的设计 它除了电脑可以读取以外 手机也都可以很方便的读取 也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资讯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发现到 有些学生在学校里面的网路环境 在家里的网路环境可能没有 那我们也提供 教育部也昨天也转了这样的一个连结 只要是弱势的学生 就有所谓的免费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机制 那这部分就是 我由教育处的一个联络窗口来协助 那其他的小朋友可能家境不错 但是他可以自行申请 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优惠的方案 他们就只要到各门市里面去申请就可以了 教育处表示 目前统计 学生家中无法提供电脑 平板及手机网路等资源 给学生线上学习的人数不超过百人 学校将会提供平板或手机给学生使用 如果遇到网路平宽不足 可到教育处网站下载课程 有特殊状况家庭 家长无法照顾 学生人可返校上课 就只要帮演火灵师报导